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炮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幫觀眾們做一些簡單的陣容健檢 喔畢竟喔現在差不多時間要開始慢慢的轉神旁陣容了 那阿炮呢會不定時的出現在不同的分流 那只要看到我在打 欸準備要來幫大家健檢的時候呢 你只要打上炮虎來健檢 那待會呢我就會來看你的帳號了 那記得呢VIP最好是要打開 這樣啊我才可以比較好幫你做一個規劃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Let's go 欸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炮虎呢準備要進來啦 哈哈哈哈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位觀眾就是楊軒的陣容 哇靠 1800萬戰力V12欸 哇這個玩家玩的感覺就蠻不錯的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陣容 哇他已經六隻十三星已經突破了欸 那像在這一邊呢阿炮就比較推薦 如果以後神旁練出來之後 是可以把鼠關下去的 然後這樣呢以後要轉成這五神陣呢也是比較方便喔 那等以後神助龍出來之後呢 可以結翼魔關或者是結翼神兆都是ok的 那結翼這兩隻呢其實各有他的優缺點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位玩家 望穿秋水 哇也是V12玩家戰力1246萬 那他這一個陣容基本上已經算是蠻齊全的了 就是等神助龍之後 然後用魔關去結翼就ok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宇智坡訓練 難道你也是宇智坡一族 他這一個陣容是雙關 然後月陰神諸跟神兆 那像他的陣容呢就有兩種轉法 這邊呢是可以把神兆下去 然後上神旁 那這樣呢就可以走一個 就是跟阿炮的這個本尊帳號蠻像的一個陣容啦 那就是以鼠關羽呢當主力 然後神旁是打一個輔助打手的一個概念 那剛剛我們講的那種轉法呢 就是空窗期比較小 那玩起來也會比較爽 那這個銜接程度呢也會比較一個平滑 就是你遊戲體驗是一個蠻平滑的狀態 好再來另外一種呢就是目前的陣容 直接全部上到13星喔 除了魔貂蠻之外 直接全部上到13星之後 然後再考慮下鼠關上神旁 那第二種轉法呢就變得你的空窗期會比較長喔 畢竟要先把目前的陣容都上到13星 最後呢再慢慢的把神旁練起來 然後取代鼠關的位置 至於說月陰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V8阿炮是推薦說可以上到13星啦 畢竟如果要直接玩神華的話 這個空窗期喔就又會更長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位 欸我們下面一位是神豬一直來 哇他把蘑菇加電到12星了喔 應該已經直接刻到13星了吧 現在應該就是缺一些關類喉吟或者是肥料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第六隻是誰 喔神溜貝 那像這個陣容呢就是打手有點多 那有兩種走法 如果要上神旁的話 就可以下神兆或者是下張寮 欸欸欸不對不對 他有三隻打手欸 那阿炮呢是可以建議說 神兆先下去 然後先練一隻神華起來 然後呢等神旁練好之後 再把張寮下去 然後換成神旁 最後呢就是以魔鍋加為主力打手 然後神旁為輔助打手的一個概念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欸換誰啦 1KB喔 他這邊是練了屬豬 神兆 神旁 魔關 還有神諸葛 那像這個陣容呢也是有兩種轉法 第一種轉法呢就是你可以先練一隻13星的神花托起來 然後取代魔關羽 然後等神助龍出來之後呢 再把屬豬下去就可以轉成一個無神陣 不過呢這空窗期是有一點長 就變成說你可能會有一陣子打起來都比較沒有那麼舒服喔 那另外一種轉法呢就是神魔混搭 那就是等說神花托起來之後呢就把神兆下去 然後呢等著一個神助龍出來之後就可以來取代屬豬的位置 喔那這個好處就是說你在前面就會玩的比較爽 就是空窗期會比較短 那只是呢你要轉成武神陣就要等你神舟出來之後取代魔關羽 或者是直接等香香喔那會是更好的選擇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面一位玩家改名沒小用啊 哈哈他是要改什麼名有用啊 然後是要幹嘛抽牌比較好嗎還是洗龍魂 我是知道有一個名字是一定有用的啊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身份證改鮭魚 就可以吃到鮭魚大餐免費的 哈哈哈哈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陣容 這邊有張寮跟神龐魔關神豬還有神華陀 欸那這個等神華陀練好然後神豬練好這個陸訓其實就可以開始退役了 那這個陣容呢本身就已經蠻好的 那等之後神助龍出來就可以考慮把張寮下去 然後最後呢就看你要不要練神舟或者是等香香來取代魔關的位置 那這位玩家呢我希望這個問題我可以得到解答 你想要改什麼名啊哈哈哈哈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猜猜我是誰 我怎麼知道你是誰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陣容 他的陣容應該就是典型的五國陣 那這邊比較可惜的是沒有魔關羽 那張寮配上魔雕我是覺得有一點不太搭啦 畢竟喔通常要玩張寮這種猛將的就是要打爆發 打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 所以魔雕降攻我覺得是比較不搭 這邊換上魔關羽的話會更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換法呢就是現在爽 玩起來會比較爽 那也可以呢就是把這個陣容全部都上到13星 最後呢在另一隻神旁起來取代張寮的位置 就可以走一個極限四寶儀神旁 那以他這個V度 阿炮覺得這兩種玩法是比較推薦的 因為都只要養一隻打手 好再來另外一種呢就是把屬豬下去 然後直接上身旁 就是其他都先上到13星 神豬 然後月鷹 張寮 魔雕都上到13星之後呢 再另一隻13星的神旁起來 不過呢這就要養兩隻打手啦 那對於V7來說就會比較痛苦 好那這是阿炮的推薦 好再來下面一位 欸下面一位是誰 什麼阿炮來的阿炮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位是歐皇元元 哇V0538萬戰力耶 現在的無科玩家都這麼猛的嗎 那像他的陣容呢也是有兩種啦 一種就是現在爽 阿如果要現在爽的話就是下神罩 然後上一個魔關 就可以走雙豬雙關月鷹 那這一個陣容我覺得平民直接練到底 就是蠻夠可以玩很久了 那再來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是直接上神旁 那就是先把這一個陣容練到底啦 都練到13星 到時候下屬關然後上神旁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下屬關 然後現在就上神旁 只不過呢這空窗期阿就會特別特別的久 特別特別的長 那就看你自己個人的愛好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位 哇懸大來了 還好他沒有打泡湖來健檢 他這個level太高 我不太能健檢喔 哈哈哈哈 那不然我們來偷窺一下好了 5200萬的戰力 哇靠有點狂阿 那以懸大的這個財力呢 應該就不太需要走五神了 或許說把這個神華陀換成小橋 直接打一波流 打一個速度碾壓的秒殺流 好再來我們來去看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需要健檢的玩家 誒我先看一下上面好了 上面我們剛剛是健檢到這個圓圓嘛 好再來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還有一個獵女怕蝶狼 那以他現在目前的陣容呢 阿炮是比較推薦 就這個陣容就先直接練上去 然後最後呢再把張療換成神旁 等到以後神豬龍可以白嫖的時候呢 把神豬龍練起來 屬豬就可以下去 就完成一個無神陣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面一位 台北里南哥 哇王爵 那阿炮不知道他之後會不會繼續克金啊 如果要克到那種很大佬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下魔貂蟬 然後上一個小橋 直接走一個速度碾壓流 但是這個克金程度要非常夠 畢竟喔把這速度壓到比別人快 還蠻不容易的 那如果要玩速度碾壓流的話呢 其實神豬龍就可以跳過了 等之後呢 如果有出香香的時候 再把這個香香上去 然後把魔曹操下來就ok了 那如果想要以後走武神陣的話 阿炮是比較推薦等神豬龍出來了 你已經先把神豬龍升到13星再考慮 然後神豬龍出來呢 就可以取代魔曹操 然後再上一個神花坨取代魔貂蟬 最後呢再等神孫出來就可以取代魔關羽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面一位 欸下面一位還有嗎 去他喵的名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練的武將 這邊還有一個神華陀 喔第一種轉法呢 就是全部都直接先上到13星先突破 然後再練一隻神旁起來 之後取代鼠關的位置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鼠豬先練到12星就好 然後等神華陀上13星呢 就可以先取代鼠豬的位置 最後呢再練一隻神旁起來 直接取代鼠關的位置 最後呢再等神豬龍出來取代魔關的位置 就可以形成一個武神陣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面一位 欸還有下面一位嗎 啊在這邊有啦 阿炮的眼睛真的很大顆欸 水汪汪的 欸他有練鼠龐欸 他不會以後想要走一個武鼠的陣容吧 那如果要走武鼠陣容的話呢 阿炮是建議說鼠龐上到12星就好了 可以練一隻鼠造起來 然後最後呢 這個姜維可以取代神諸葛的位置 那阿炮還有另外推薦一個陣容 就是一神四鼠 那一樣有神諸葛 然後最後呢 把姜維練起來就是取代 這個鼠龐的位置就OK了 OK那阿炮以後 這一個健檢活動呢 都會在2S 暫定的 以後又有可能換別的線 那會再跟大家告知 所以大家可以到二線 那這是不定時的 只不過阿炮以後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呢 會在我的粉絲團發一個文 跟大家說一下 那大家呢 只要在臉書打阿炮兩個字 應該就可以搜尋到我的粉絲團了啦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下方完整資訊欄也有粉絲團的連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 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